你不想要 算你走运 孙花 小子 今天放你一马 当时有个人 抢了我的钱袋 说是他少爷 让他这么做的 后来我追上去的时候 那个人 跟他说了两句话 又把钱袋交给了他 后来我问他要钱袋 他又不肯还给我 只好动手 这位朋友 你不好说清楚啊 那是挂 是栽赃陷害你知道吗 你眼睛有毛病啊 我当时问你话 你都不说清楚 我怎么相信你啊 住嘴 谁让你说话的 坐下 刚回来有本性是人 这位小兄弟实在惭愧 我方某教子无方 小儿经常在外面惹是生非 今天给你添麻烦了 请多多包涵 我是初来乍到的 别人的事情我不想知道 我也不想管 但是别扯到我头上 我红 我要是红了眼 我也不是好对付他 爹 你看到没有 住嘴 这是明皇皇的恐吓啊 恐吓啊爹 娘 那恐吓 住嘴 给我坐过去 坐下 小兄弟 小兄弟 你说得对 方某确实是教子无方 方老爷 您这个公子 是该好好调解他教 最好官子家里 闭门思过一天 该闭门思过的是你呀 你跟我爹这么说话 我爹要你教训吗 没大没小 目无尊长 应该是你闭门思过才对 什么应该 再好好把你轰出去 他说你 这位兄弟 实在是对不起 我方某敬你一杯茶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有多少损失 我方某一定会加倍奉还 这都不必了 都是误会 只是令公子的脾气 在下实在是不敢恭维 一定要好好管教才是 是 一定会的 告辞 小兄弟 你拽什么拽呀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方氏玉 这位小兄弟 长得还真像我的一位固友 川大哥 不好意思啊 耽误你时间了 就当我放个假 没事吧 对了 给你打听一下 这里的有间酒楼怎么走 有间酒楼啊 你从这里一直向前走 走到头向前转弯就可以了 谢谢啊 老板 红西关来了 你确定是红西关 没错 我仔细看了 和华先生一不一样 去吧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这才刚回来一天 你又给我惹事 我看你杭州白去了 哎呀 老爷 这都是那个万全复稿的鬼 这不关世遇的事啊 其实他是 住嘴 你们母子俩在一块 就没什么好事 肥过童家娄子出来 施玉和我在杭州 也没见他这么放肆啊 万全复不欺负别人 为什么偏偏欺负施玉啊 这苍蝇不钉无缝的蛋 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个乌龟王八蛋 害我阿花被打 还害得我被得爷骂 这笔账 我迟早要你还 我迟早要你还 老爷 老爷 我可算找到您了 夫人 少爷 你们俩先下去 好好反省反省 老爷 老爷 红堂主到我们筹断庄了 受了重伤 怕是 怕是没一几天了 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 哎 红堂主刚来的那几天 四周都是朝廷的探子 我们出不来呀 你去叫忠义 准备一下 我们一会儿动身去杭州 是 哦 对了 蔡老爷有封信 让我交给您 说是有急事 哎 老爷 这次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地赶回去啊 哎呀 生意上的事 说了你也不懂 有忠誉在我身边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爹 要不施雨陪你一起去吧 也许我还能帮上点忙呢 帮忙 你能帮什么忙 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不去惹事 这就算是最大的帮忙了 小语啊 爹 我不在家 你给我把食欲看好了 如果再惹事 我拿你试问 知道了 爹 走 忠义 哎 试鱼 你觉不觉得你爹这次 有点怪怪的 说不定爹背着你 养了小妾了 不会吧 这么认真干什么呀 我开玩笑的 哎呀 你个臭小子 说什么不好 拿这个来开玩笑 看我进去啊 怎么教训你 进去 娘 娘 亲一点 我 我 小语挑戴你的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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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 请 陈友荆老板在吗 我就是 您是 那麻烦 这一步说话吧 好 这边请 请 这边请 请 好 好 没人 你说吧 我叫洪西关 是洪天佑的侄子 叔叔让我来这里找您的 哦 原来是侍侄啊 嗯 那洪堂主他最近可好 明航别院 被朝廷鹰犬一把火给烧了 我和叔叔 在几个堂主的掩护下 逃了出来 叔叔身负重伤 临别前把冥策交给了我 让我送到这里给您 请您务必送到总斗主手里 至于 我叔叔的下落 我也不清楚 放心吧 红堂主积人自有天下 一定会没事的 明策 烧了 烧了 他们派了一个叫铁猴子的 冒出咱们天地会的兄弟跟着我 还好我发现得早 于是就假作了一场大火 把包袱和明策都给烧了 后来铁猴子也因此露出了尾巴 在小树林里让我给结果了 可这明策也 您放心 都让我给记下了 如果不是担心叔叔 我倒愿意陪您一起去找总斗主 现在我只能把明策默背下来 还得麻烦您亲自去跑一趟了 应该的 应该的 那我就不多说了 麻烦您给我准备点纸墨 我现在就默写出来 也不着急这一会儿 您哪 先休息休息 晚些时候呢 我让人把笔墨送过来 也好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大人 大人 程有监怎么说 红西关 你倒有监九楼了 不过 明策被他毁了 看来这件事越来越有意思了 红西关 有意思 看来 红西关身边的高手 另有其人 红天佑应该还在杭州 大人 那您的意思是 你和舍女 立刻动身去广州 务必活捉红西关 记住 是活捉 如果它有什么闪失 挡心你们的脑袋 炸 怎么了 今天的饭菜不合胃口吗 这饭菜呢 倒是没问题 不过 就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呀 做儿子的 就应该满足你这个当娘的要求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我又没说什么 娘 你嘴上虽然没说 在你心里面 事与全听到了 不承认啊你啊 我说过什么呀 我说过什么呀 你听见我说了吗 小玉 那 那当我没说好了 没意气 喂喂喂喂 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我就这么小气啊 你第一天认识我吗 你不知道啊 哦 娘 我去买好了 第二枚不让我出门 傻孩子 坐下吃饭 我和世瑜两个 我们在开玩笑呢 谁跟你闹着玩啊 我像是开玩笑吗 我是很认真的 好认真哪 方夫人 好了好了好了 娘认输了 我苗翠花 恳求方世瑜少爷 出去帮我买台女儿红 这样总行了吧 多谢阿花 二哥 你有什么要带的吗 我替你做主好了 阿花 待会儿见 娘 我还是陪世瑜去吧 不用 我知道她去哪儿了 我们吃饭啊 好久没睡这么踏实了 你 看样子现在已经很晚了吧 咱们暂时还不能动手 咱们暂时还不能动手 等她写出名册了 还能有什么用 这我就管不了了 这还是在信上说 只要我们把红星官 拖到吃炼甲 他们到就行了 世纸啊 你醒了 居然当了走狗 不 世纸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世纸我有苦风呢 有什么话 留置去地下跟唐主们解释吧 是 是 千里 快 我打了 是 大人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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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人一起吃霸王餐 这也太壮观了吧 快快快快 快快 什么情况啊 有个疯子要杀陈老板 哎呀 还好啊 啊 疯子杀人 这么好玩的事 怎么少得了我方圣玉呢 是你啊 这下好玩了 接下来我们要新账老账 一块算了 又是你 怎么样 怕了吧 方少爷 你小心 这个人可是心狠手辣 今天我就要趁我爹不在 好好收拾收拾你 不要 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了 你只需替我背上两滩好酒 多少都有啊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莫名我个奇妙 你脑子有毛病啊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疯狗 疯狗 我来吧 你赶紧去衙门叫棺柴 快去 老子 小撻 是 你看 人家的拳法套路怎么跟我那么相似 你看 怎么 是吧 知道胖了 想冲饶啊 太晚了吧 你的功夫是谁救你的 关你屁事啊 你叫什么名字 关你屁事啊 方少爷小心地耍诈 你信封 我今天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我就不叫方世玉 你就是方世玉 说漏了 九十 上 把他押回衙门 带走 快走 快走 方世玉 你给我记住 记住我的名字 我叫红西关 快走 慢走 我不送了 好好吃你的牢饭吧 红西关 真是有病 你叫什么名字 关我屁事啊 方少爷 这次真是多亏了您了 这点少意思 客气是吗 不过这酒呢 我就收下了 多谢你了 掌柜的 走喽 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如果你交出名策 一切既往不救 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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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关 洪师叔 师叔 洪师叔 你 你怎么在这里 你还好吧 总舵主 总舵主 方舱主回来了 好 叫他进来 是 总舵主 锦南 你现在是总舵主了 总舵主 洪师叔 你身体不适 真心俗里都免了 快 躺下 来 我做了个梦 梦见习惯 被扎哈赤给抓了 而且 还砍了头 这是个不祥的宇宙 我担心 师叔 总 总舵主 马上去有间酒楼 去找 去找习惯和名册 名册里有 有叛徒的名 名 师叔 洪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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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筋敢慢敢 还是挨植了 洪堂主 你醒醒 你醒醒啊 洪堂主 洪堂主 老爷 节哀吧 属下方得 算了 金南新任总舵主 有很多事情 还要向各位前辈指教呢 这些俗礼 能免就免罢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洪锡关还有名册 对了 刚才师叔说 有间酒楼 是不是咱们在广州 开的那间酒楼啊 回总舵主 没错 属下听洪堂主说过 他派洪锡关 带着名册 去找陈有监的 好 我们现在 马上就去广州 总舵主 总舵主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总舵主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洪锡关 叫蜻蜓给抓了 什么 大人驾到 被指有失远迎 赎罪 赎罪 石大人 在 你好大的官威啊 不敢不敢 这次抓到了 头号反贼洪锡关 被指 不敢太慢 所以我才 什么头号反贼 只不过是个 跳梁的小丑 有什么好宣扬的 是 是 是是 怎么 只有洪锡关一个人吗 对啊 就他一个人 去 把洪锡关给我带上来 这 这 这 你发什么愣啊 还不快去 是 是是是 这么看来 洪天佑还在杭州 我看是 等见了洪锡关 一切自然就水落石出了 哼 洪锡关 就让我来称称你 到底有几斤几粮 哼 我看 大人还是 看你这副雄样 真是白让你穿这些官服了 我认得你 你就是扎哈尺身边的那条狗 火烧敏衡碧院的时候 你有份 妈的 活你为了 我叔叔呢 他到底怎么样了 那个老杂毛 早就让我给杀了 现在不知道在哪儿 当游魂野鬼呢 我叔叔呢 实相的话 就把名册给我交出来 休想 原来陈有监也是咱们的人 是啊 其实咱们天地会 像这样的秘密据点有很多呀 回来安全起见 所以没有全部公开 以防内贼 你们之间彼此不知道也很正常 只有前任总舵主任老爷 他才知道天地会所有人的 真实身份 这次蜻蜓千方百计地 想要得到名册 就是想把我们天地会 一网打尽 对了 西官被蜻蜓抓起来了 受些皮肉之苦 那是肯定的了 但是我想 这一时半会儿 不会有什么性命威胁 蜻蜓还得留着他逼口供 名册应该不在他的手里面 不然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 安安稳稳地说话了 是啊 广州的池维京 跟蔡公蔡九仪是事交 此人我也见过一面 要不要我亲自去找他 了解一下洪西官的情况 西官不是一般的犯人 我想不是随便打探一下 就能打探得出来的 你还得想想其他办法 你说的那个蔡九仪 就是一直资助我们天地会的 那个蔡公吧 对 就是他 这次西官被抓是有蹊跷 肯定是出了内贼啊 来人 开门 开门啊 来了来了 别敲了 呦 是方少爷 这么早啊 揍你个头啊 太阳都快下山了 你干什么呢你 方少爷 方少爷 您看这 东主有急 东主有急就上茅房吧 也不用七天那么夸张吧 不好意思 方少爷 您就放过我吧 走了 谢谢方少爷 谢谢方少爷 祖座主 臣有奸是内贼 探子回报说 有奸久如歇业了 怎么说 臣有奸是自己逃走了 我想是这样的 刚才我在想 如果臣有奸不是内贼的话 那清廷应该会把臣有奸 和洪西官都抓起来 可为什么单单只抓了 洪西官一个人 而且有人看见 有奸酒楼的伙计 去向清廷报信 另外 抓洪西官的 除了臣有奸之外 还有一个年轻人 叫方世玉 谁 谁叫我 谁叫我 莫名我个奇妙 方少爷 是我小副 是你啊 是谁的飘带没有记好 把你给露出来了 您就别逗我了 你要知道 上次你栽赃陷害我的事 还没完呢 我正想找你算账呢 怎么样 少爷有几天没有活动筋骨了 说吧 今天从哪开始啊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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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打啊 什么东西 这洋人的小玩意儿 您要是喜欢 就送给您了 什么 送给我 我没听错吧 这没东西啊 我在看今天的太阳 要打哪里落呢 这太阳自然是打东边而上 就是 就是吧 往西方而落 就是 您就别逗我了 方少爷 我可是说正经事呢 说正经的 我没听错吧 事不相瞒啊 方少爷 您帮官府抓红西关的事 我可都听说了 您这是前途无量啊 在乡族里能撑船 大人不计小人过 您别跟我一般计较 您就当我是个蟑螂 给压死 当我是个屁 给放出去了 方少爷您拜托拜托了 您是睡迷糊了呢 还是没有睡醒啊 你在干什么呀 东西反正您也收了 您收好 以后呢您就多 关照关照小弟我啊 拜托拜托 我告辞了 拜托拜托 再见 再见 拜托拜托啊 方少爷再见 记得记得 多关照关照小弟啊 拜托拜托 快走快走 不少机关 莫名我其名 大人 给我定牢了 是 来 这么办恐怕不妥吧 施玉是我的儿子 子不教父之过 既然施玉创下这么大的祸 就该由我这个当爹的 去替他赎罪 再说我想 施玉不是那种善恶不分 是非不明的人 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恳请总舵主 让我亲自去处理这件事 我要给大家一个明摆的说法 是啊 总舵主 我弟弟他 好了 不用说了 方当主 我不相信令公子是清廷的爪牙 我答应你 这件事由你来全权负责调查 是 方德 方忠玉听令 在 在 我命你二人火速前往广州 救出洪西关 铲除内贼 陈有监 谢总多主 大人 陈有监那道 下去吧 是 拜见提督大人 坐吧 我是信守承诺的人 你愿将功赎罪 我自然不会再为难你的 敢问提督大人 我的家人现在什么地方 你放心 我扎哈赤说一不二 他们现在都很好 一会儿你们就可以团聚了 我听说 这次帮你抓住洪西关的 是一个叫方氏玉的人 是 这方氏玉年纪不大 可也算是个练武的奇才 在我们当地 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 能拿下洪西关 我看这个方氏玉的确算是个人物 既然他能帮你这个忙 那说明你们的关系一定不错 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稍有些交往而已 他和他娘都爱喝酒 家产也不少 所以常来我酒楼光顾 这一来二去的自然有些熟了 不过也只是表面的接触而已 嗯 你再帮我个忙 把方氏玉带到我这里来 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这 事成之后我会给你一笔奖赏 足够你开一家更好的酒楼 提督大人 这事儿恐怕 好 我招办就是 不过 我 我要先见见我的家人 客官 您慢走 客官 您慢走 慢走啊 客官慢走啊 以后常来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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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 我来啦 再来壶酒 好嘞 喂 三姐 谁欺负你了 跟我说 我方氏玉替你出头 是吗 当然了 我是方氏玉啊 哦 原来你还知道你叫方氏玉啊 三姐 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玩 好好好 哎 三姐 帮我把酒倒满啊 哎呦 走走走 走走 走走 这可是洋人的玩意儿啊 嗯 咱们老百姓的酒可装不进去 你呀 还是拿回去吧 别让我吃官司 咱们酒楼啊 不做你的生意 三姐 喂 装一点吧 你没事吧你 哎 各位 过来看一看啊 来来来来 过来看一看 这位呀 就是帮助官司 去拿红锡官的盖世英雄方氏玉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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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啊 好嘞啊 三姐 多谢你替我说说啊 你懂什么 这好人坏人 他还能往脸上刺字呢 再说啊 这官府 他干嘛要平白无故编瞎话来害你啊 那倒也是 我听说这小子 可是这一代出了名的小霸王 嗯 喂 三姐 这些人都有毛病吗 你才有毛病 嗯 就是他 莫名我个奇妙 我又没招惹你 今天怎么了这都是 怎么个个提红习惯呢 好了好了 三姐 既然你今天心情不好 那我改天来看你啊 走了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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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黄不带 走了不长眼啊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我是故意的 哎 找死 嘿 误会 误会 嘿 嘿 方少爷都是自己人 一场误会 误会 嘿嘿 慢走 来 方少爷 快吃啊 好 嘿 说你们呢 看什么看 你看看没 官府的人对方是欲多客气 这回准没错 是啊是啊是啊 哎 大人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一百一 你是谁啊你 就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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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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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叛徒 什么情况 就是叛徒 什么情况啊 到底什么情况啊 喂 喂 喂 哎 小朋友 小弟弟 你好啊 我说你要动一下 好啊 嗯 嗯 好样的 莫名我个奇妙啊 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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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猪头父送我的 他是不是脑袋进水了 送你这么好的东西 他有病啊 今天所有的人脑袋都进水了 莫名我个奇妙 就连你的好姐妹三姐 说话也是话里苍刀 免里带刺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 得罪了大家 鬼知道啊 好了好了 那今天晚上呢 我就去问问三娘 别这么无精打采了 二位爷 您慢用啊 有声招呼 好好好 来来来 小二 帮我照顾客人 好嘞 好嘞 呦 这位爷 您又来了 嗯 照下午的样 把好吃好喝的 全给我端上来 这位爷 用不了这么多啊 这点算什么 那倒是 那倒是 您稍等啊 把你们老板娘叫过来 陪我喝两杯 这 还不快去 快 是 您稍等啊 当家的啊 那个人走了没有 没有 没有 狗东西 当家的 她让您出去陪她喝酒 她当我三姐是咬紧是不是 小不点声 这个人咱们可得罪不起啊 我听九客们说 这个人叫赤练甲 是蜻蜓的第一号杀手 他上班是九门蹄都扎哈赤啊 这次他来我们这儿住在衙门里 为的就是审问洪西关哪 我听说这个人心狠手辣 清兵火烧福建命航别院的时候 他一口气杀了二十多个天地会的侯汉 当家的 您赶紧从后门走吧 能走多远走多远 那我走了 你怎么办 我没事 我顶多吃几个巴掌 好了 当家的 您赶紧走吧 当家的 快走啊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您快走 大爷 来来来 你们老板娘呢 我们老板娘今天身体不舒服 先歇着了 不舒服 让他出来 我有办法让他舒服 这这这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 大爷 好重的身子 我倒要看看 它是不是香了 钻了 大爷别 我告诉你 大爷 能让我吃脸颊等的只用死人 滚 大爷 打下来了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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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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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娘们 敢耍我 看你往哪儿走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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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八蛋 你他妈吃了熟心豹子胆了 连老子都该耍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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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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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家黑店 当胆贼勾紧 意图谋反 你给我拆了 好 拆 快拆 快拆 快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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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我把天家殿的老板娘找出来 要是找不到 这就是你的下场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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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看你飞到哪里 三娘 你慌慌张张地做什么呀 世语说得没错 你真病了 来 跟我回家 来了 娘 阿华 三姐怎么样啊 大夫说是受精过度了 娘 我刚才听说 三姐的酒馆 叫官府的人给封了 什么 有什么大不了的要封铺子 这么严重啊 说是三姐和天地会的人有勾结 所以让官府把酒馆给封了 小二哥也被打死了 太不像话了 太不像话了 我的肺都要气炸了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平里去 就是天王老子 我也不给面子 老爷 老爷 世语 老爷 跪下 我跪下 打死你 跪下 跪下 世语 跪下 你想跪下 坐下 我们方家 我们方家 怎么除了你这么个畜生 我告诉你 今天是我们父子 最后一次见面 你以后各做各的路 就当我没养过你这儿子 老爷 发生什么事了 这几天我和孝玉 世语都待在一起 世语没有惹是生非啊 我告诉你 你的修书我已经写好了 带着这个畜生一起走吧 我永远不想再看见你们母子二人 有点儿子 小心 一人 二人 风破日 云渐月 狼儿烟悲响 自故好劫出年相 你会被关斩 一滴行为 好难来无怨也无悔 走死方无拘疲累 心无间不许谁陪 莫然回首时间 始终已最美 盼来生花蝶 永相随 走死方无拘疲累 心无间不许谁陪 莫然回首时间 始终已最美 盼来生花蝶 永相随 风破日 云千云 浪人的悲伤 自古浩尖 初年伤 十年三月 他一年全推荐